如果有人要學 我會教他 我會教 因為我在座也不會 沒有幾年 我今年都已經60多歲了 在座也是三五年 我是高岳潘 我今年65歲 我是在Jalan Buquemera Center 賣一輛豆腐 大概是40年了 我們每一樣都是自己做的 包括一些魚肉 一些料全部都是自己做 湯也跟別人不一樣 最重要是辣椒 因為凉豆腐到處都是有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靠這個湯還有醬還有辣椒醬 炸這個就要靠工夫了 每一樣東西都是不一樣的火候 但是我身為老闆的 我也是希望說 我的功能 在我這裡學到了 能出去創業 證明說我做的東西是成功的 他們才會出去創業 他們的成功就是等於我的成功 我也不想說 他們一輩子幫我打工 他們會出去成功 也是我的光榮 有女兒想接手 但是被我罵 我罵她 讓你書讀那麼多來幹嘛 你乾脆就不要亂讀書 你就來接手 我太太真的是一個很勤勞的 她寧願每一樣東西她自己去做 她都不捨得我去做 我一瞞完了 她就說你去休息 或者去走走 真的走不動了就不要做了 能做就做了 反正你在家裡做也是白做 有時候我跟客人說 開玩笑 賣多一兩年就不錯 她說你不錯 我們就沒得吃了 很滿足了 很自足了 我很開心 就是說我生意在新加坡 已經很滿足了